突然我妈猛的抓住了我的手 你听外面是什么声音 走廊里传来了一种细微的咀嚼声 一种恐怖的念头在我心里产生 不 不会的 王姐怎么可能会去吃人呢 突然门被砸的砰的一声 王姐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猫眼外 小雅 我看到你了 我不会白拿药的 我给你带来了交换的东西 王姐的嘴角古怪的往上扬 嘴边沾染着一些黏腻的碎肉和暗红色的污渍 她拿来交换的东西正是隔壁年轻男人的脑袋 我妈吓得拿出手机就报了警 小雅 警察跟我说他们很快就会过来了 别害怕 门外的网机声一发响 王哥的声音突然响起 老婆 你戒掉药了吗 外头在干什么呢 那么大声音 王姐的头迅速的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扭曲 发出咔嚓一声 药啊 我找到了 这就拿给你 我长出一口气 但同时又担心起王哥的安危 就在这时 我妈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叔叔打过来的 我说女士 没你这么戏弄我们的 刚才我们到你家里 问你们什么情况 你们不说话就站在那里 对着我们笑 怎么会 警察同志 你是不是弄错的 我们一直在家没看到你们来啊 没有弄错 你们当时笑的可甚人了 行了 下不为例 再报假警后果自负 电话被挂断了 我妈一脸恐惧的看着我 这时门外再次响起了敲门声 你好 我们是来发放食物包的 请开一下门 我妈正要开门的时候 我连忙拉住了他 妈 不能开门 敲门声不对 有四下 你好 请开门拿一下食物包 我并没有打算开门 门外的工作人员 语气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 开门 开门 这时 业主群的全员禁言 被关闭了 我说你们的工作人员 是怎么回事啊 我开了门之后 他也不说话 就一直看着我笑 手里拿着的食物包也不给我 等等 靠 这食物包里怎么是 啊 语音在一阵惨叫后 戛然中断 哎 怎么了 没事吧 太吓人了 快说句话啊 不好意思啊 大家 我刚看见了一只虫子 现在已经没事了 比起之前的语音 304这句语音的声调十分僵硬 根本不像同一个人 我心惊胆战的冲到了阳台 从我这个角度 刚好能看见对面304住户的情况 304的男主人低垂着头 站在客厅内 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应该是食物包 他动作僵硬的弯下腰 从塑料袋里 淋出一个他自己的脑袋套在头上 下一秒 男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快步走到窗边 整张脸都贴在了玻璃窗上面 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 被你发现了 谢谢 我亮相着回到了屋内 你看到了什么 吓成这样 我深呼吸一口气 摇了摇头 往门口走去 那个工作人员已经走了 只有一袋食物包 孤零零的放在地上 等了十多分钟 确定没有任何动静之后 我小心翼翼的将门打开了一条缝隙 迅速将食物包拿了进来 正当我准备关门的时候 一只单瘦的手猛的伸了进来 我吓了一跳 是王哥 他瞪大眼睛颤颤巍巍的用力抓紧了我的手 小小雅啊 你说我怎么觉得脑袋轻飘飘的 那么不对劲呢 头疼得厉害 身上也疼得厉害 吃了药也不管用啊 我整个身体都冷了下来 王哥他的脑袋被啃咬的只剩了一半 肚子上破开了一个大洞 头好疼啊 我家老婆子给我吃了奇怪的东西 他说那是感冒药 可那不是药啊 是人啊 人的脑袋 可我当时怎么没看出来呢 我就那样吃了下去 结果老婆子说他饿了 我给他煮了面 可他还一直说饿 一直死死的盯着我 我妈看见王哥这个样子 吓得腿一碗 瘫坐在了地上 我也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老王 我饿了 王姐嘶哑的声音从隔壁传来 王哥浑身一颤 他看了我一眼 最后松开了我的手 往自己家走去 我摊开手心 发现上面有一张血迹斑斑的纸条 纸条上写着一段话 你想起来了吗 这不是你第一次经历这件事情了 我想起来了 你告诉过我 如果我想起来了 一定要来提醒你 去看看房间里的日记本 还有 小心 我困惑的将纸条攥在手心 纸条上的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个事情了 还有房间里的日记 又是怎么回事 我从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王哥他又想起了什么 他让我小心什么 种种鼻团在我心里 猛的发酵开来 这时 我妈崩溃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小雅 大的老王他 他怎么会变成大的样子 那种样子根本就不可能适活人了 再见 by bwd5